晚上八点,葱铜组合非常的默契,两个人都晒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对比自己现在的照片,让粉丝们看一下自己的变化。 葱铜组合小时候的照片都颜值在线,非常的可爱,现在的他们更加成熟,一个更加漂亮,一个更加帅气。 葱铜组合连线月云鹏,文静邀请小月月华兵。 葱铜组合连线德云社一哥月云鹏,月云鹏表示,非常希望在奥运会上演唱五环之歌,可惜没有人邀请他。 随文静邀请月云鹏来华兵,文静说,葱哥三十岁了,还是看着非常年轻,自己也看着和二十岁的一样,主要是因为华兵场非常冷,可以冷冻自己的年龄,月老师可以来练习华兵,这样可以变得更加年轻。 同时文静说,还要管住嘴,小月月则非常风趣地说,相声演员管不住嘴。 文静说话非常有逻辑,葱铜个人素质太出色。 最近,葱铜组合接受了很多的采访,随文静在接受采访时,回答得非常有逻辑,端庄大方,非常的有气质,也很有范。 葱铜这边虽然话不多,但是补台能力也很强,葱铜的一举一动都彰显了高素质,韩葱的家人也素质很高, 一家人都非常的稳重。 所以说,葱铜组合能够成功与他们的性格很有关。 随文静这边好胜心强,不达目的不罢休,韩葱哥这边稳重缜密,各种细节扣得很细,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冠军配置。 韩葱对文静无微不至,受伤后他们都成长了。 韩葱与随文静都受过大伤病并做过手术,随文静受伤的时候,韩葱几乎每天都陪着他,照顾着文静,能够恢复训练后,韩葱哥每天都背着他上训练馆,韩葱哥对文静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一步步把文静带回到滑冰场。 韩葱哥也进行了手术,由于疫情的关系,随文静没有办法陪在韩葱身边,但还是会经常去看他,有时候只能隔着玻璃。 这一次是文静把韩葱哥又带回到训练场上。 葱同组合经历过伤病后,不仅能力没有下降,反而有了质的提升,因为他们都在对方受伤的时候,努力弥补自己的短板,用一个最好的自己来迎接舞伴回来。 葱同组合从青年到成年,颜值越来越高了,也越来越成熟了。 现在,随文静已经成为两个人里面的领头人,韩葱哥曾说过,随文静如果不滑了,自己也就不滑了。 文静已经立下新目标,那就是木兰都奥会,希望韩葱哥言而有信,陪文静继续在华四年,让我们一起见证葱同组合,创造下一个奇迹。 北京冬奥会闭幕后,守纲园区花样滑冰训练馆正处在赛后集中隔离阶段的随文静和韩葱已经开始了日常训练。 一周前,他们刚刚为中国代表团摘下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九枚金牌。 15年的等待 冬奥会冠军的头衔,随文静和韩葱等待了15年。 2007年,12岁的随文静与15岁的韩葱被指定为双人滑组合,两人的搭档之路由此开启。 职业生涯初期,随文静和韩葱这对组合并不被人看好。 那时,还在长身体的随文静自潮体形象筒,因此两人被冠上了葱统组合这个外号。 但令人惊喜的是,充满生机的随文静和沉稳细腻的韩葱,两人的差异激发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2009年,他们第一次参加全国花样滑冰锦标赛便一举夺魁。 次年,又摘得世界青少年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 从青年赛场横扫冠军,到成年组2012年四大洲锦标赛冠军,两人一路成长,成为中国花滑双人滑的希望之星。 随文静,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觉得我刚和韩葱哥滑的那几年能有那么好的成绩,是因为韩葱哥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把我从一个不怎么会滑的小孩带到了拿到是青赛冠军,后来慢慢成长。 场上总需要有一个人撒开膀子向前冲,两种东西都是需要的,也需要文将,也需要武将,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能配合好,能划出这么好故事的一个原因。 一个人的托局 无上的荣耀总是伴随着无尽的伤痛。 随文静一直饱受脚伤的折磨,他患上了骨猴炎,双脚都出现了韧带断裂的情况。 2013年市锦赛,当自由华1月一结束,随文静就跌倒在冰面上。 那场比赛,他们排名第12位,无缘2014年的索气冬奥会。 为了能继续站在赛场上,随文静选择了保守治疗。 平常周期,两个市锦赛亚军,两个四大洲锦标赛冠军和三个大奖赛冠军,随文静和韩聪用更加成熟精致的节目与一场又一场稳定的表现,逐渐在国际赛场站稳了脚跟。 但伤病并没有放过随文静。 2016年,随文静的脚伤已经到了极其严峻的地步。 从波士顿市锦赛摘银归来后,他便躺上了手术台,接受右侧脚踝外侧副韧带重建和左侧脚踝肌剑副位手术。 术后初期,随文静只能躺在病床上,韩聪不得不独自一人训练。 在等待随文静归来的日子,韩聪在提升滑行和舞蹈表现力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长期卧床导致随文静几乎失去了全部肌肉力量,就连最基本的战力都要从零开始。 韩聪,随文静从小非常坚强,他痛的话咬牙就在人。 记者,他是你长期的合作伙伴,你看他这么痛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滋味? 韩聪,第一点就是我为他担心,他痛其实我也痛。 但同时第二点,我觉得他肯定能站回来,他肯定能回到我身边,我们还能够并肩作战。 用特殊曲目宣告归来。 在那年夏天的一场花华表演中,韩聪先是一个人上场,表演了一个人的托举,快结束时,他推着轮椅上的随文静回到冰场。 随文静那时候感觉挺激动的,我又回到冰场了,虽然没有能穿上冰鞋, 但是那时候感觉我离回到冰场又进了一步。 我太爱滑冰了,我只是希望能再一次回到赛场上,那个时候只有这一个信念。 术后仅仅九个月,随文静和韩聪就再次站在了2017年四大洲锦标赛的赛场上,用异曲忧愁和尚的金桥拿下冠军。 这首根据两人亲身经历编排的曲目宣告了两人的归来。 随文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故事通过身体语言去传递给大家, 每一根汗毛,每一根发丝告诉大家我经历了什么。 我希望我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故事可以感动大家,帮助到大家。 互相扶持,不离不弃。 走过人生的至暗时刻,随文静和韩聪终于站上了世界之巅。 那一届是锦赛,他们首次登顶世界冠军,成为继身雪、赵洪博、唐青铜剑之后, 中国第三队双人华世界冠军,也是2018年平常冬奥会的夺冠大热门。 然而,由于赛前随文静脚步受伤,动作出现失误, 两人最终以0.43分之差遗憾摘银。 经过恢复性训练,2019年随文静和韩聪重返国际赛场, 刚复出就夺冠,拿下了他们的第五个四大洲锦标赛冠军和第二枚世锦赛金牌。 然而,2020年4月,伤病已久的韩聪接受了髋关节手术,两人暂别赛场。 住院期间,由于疫情防控,随文静无法到韩聪的身边照顾陪护。 韩聪当时确实不方便来看,但是小随和教练,还有身主席特意过来, 我们只能隔着栅栏。 记者,你当时看见文静像探监一样来探你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 韩聪非常开心,好像一束阳光照进了心里,挺温暖的。 重返训练场后,随文静和韩聪需要慢慢磨合原本十分熟练的双人技术动作。 这一次是随文静俯身坐桥,支撑着韩聪渡过难关。 记者,文静,你用这两年要克服什么? 随文静克服地球吸引力,减体重,因为他受了伤以后,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空体重减体重。 我越轻对他身体的压力越轻,我的能力越强他身体的损伤就会越小, 直到奥运会的时候,我可能达到了十年内基本上最低的体重。 演绎忧愁和尚的金桥2.0版 2022年2月19日,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自由滑比赛, 随文静、韩聪压轴登场,这是他们本届冬奥会的收官之战, 也是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一个冲金项目。 随文静和韩聪为自己选择的曲目,依旧是忧愁和尚的金桥。 随文静,今年我们滑到忧愁和尚的金桥2.0版, 其实赋予了他更多的意义。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故事拥抱全世界,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建立起一座桥, 让更多的人心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韩聪2017年,那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但是新的一年经过了重新编辑, 我们的故事支撑着让所有的人去构建出每个人心中的桥梁, 彼此支撑,互相鼓励,让每个人在困难的时候共度难关。 这套自由华节目帮助随文静和韩聪达下155.47分, 总成绩239.88分, 以0.63分的微弱优势陷胜俄罗斯组合。 这是继他们的恩师深雪, 赵洪博在温哥华冬奥会夺冠后, 时隔12年, 中国双联华组合再次问鼎冬奥会。 从当年的青色小将到如今中国花华的王台组合, 随文静和韩聪的故事未完待续。